大德兵头罗罗罗罗事 受佛教赐 归莫法人做不天 愿受我请与此促使 大德兵头罗罗罗罗事 受佛教赐 归莫法人做不天 愿受我请与此促使 供养清净化身体无尊那佛 圆满化身无尊那佛 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 一切世界阿弥陀佛 大德兵来向神迷得尊佛 十方三世一切知佛 大志文殊师弟菩萨 大恨普贤菩萨 大悲欢心意菩萨 大愿给将王菩萨 诸致菩萨摩河沙 摩河般若波罗命 三德六位供佛即生 法界有行普通天涯 若犯时时 当面众生之六位是 法喜充满 这个世代也因为整个的世界有异界 社界 无社界 代表我们人类呢 从几万年来当中 了解到整个的世界就有点像我们过去从早期爱亲海 古希腊当中 也因为这个爱情来自于呢 最早因为这个世界里面创造了就是一个叫做统治者 就是创造了一个叫做一个防御者 创造了就是这个生产生殖 造成我们人类当中的心脏 我们的肝脏 我们的肾脏 我们的肾脏 都是来自于人类的同心合力来做管理 来真正的防御我们自己 因为过去所创造的这一些生产生殖的控制 就如同我们人类所活的世界就像古希腊 因为特拉伊跟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整个的故事的情节 就如同我们从历代以来 从台湾 从宇宙 从整个华夏文明 我们在谈起的 从我们真正的善让的 有所谓的顺 那顺是来替有谣 所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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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何的善让 到后来因为夏朝 远速到后来我们现在整个到清朝当中 要告诉我们全部都是因为我们无法了解到宇宙浩瀚的智慧 所以我们透过整个华夏文明 中土的世界和魏中 中央都回到人类之身 我们以真正的慈悲 了解到呢 把祭我们众生的 贪嗔痴的无敏 我们感恩就是在印度当中 有一个真正的呢 透过六年走过的 正把 探索宇宙的 旗 谣 西达多太子 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世尊南某本师 世强奴宁 代表的都是一个心灵的唤醒 我们也从过去 从古希腊的帕里斯的当中 也因为选择了我们所谓的魅在的表象 所谓造成我们乌世杰来整个六万年当中的轮回 我们也透过在用餐的当中 整个宇宙就像我们刹那就完全成就的 相对的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刹那当中 从人类过去的所有的 因为智识变成复杀子 纸杀妇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亲戚家族 泛光外戚 不断的透过毒死 或者是这一些的 因为财生残 因为色 因为生殖 这些造成我们人类不断的轮回 再轮回 我们感恩透过每一个当下 我们终于在今天在应用共佛的当中 了解到日证当中 可以让我们人类更加的觉醒 在日常生活 我们当下如同食物 如同我们人类的想法完全统一起来 和尔维依 展现一个世纪 破天荒 盘古开天 新天新地 新的文明 新的世界 新的智慧 新的人类 新的DNA 正式接引 我们透过2020年当中的根植连推动 2021年 我们扬生为所有的宇宙 达到佛摩杀台湾 来到宇宙 来到人间 显化真正的净土 何谓净土 是人类的内心里面 都能够去除 贪嗔 吃 慢 以老 都能够如此的回归 如同生命 给予我们的华夏文明的重 摇 顺 回归生命 都是如此的美丽 我们也了解到呢 在过去的古希腊的所有的生活 就像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类 我们要回复到真正的华夏文明的智慧 人类都是如此的相近相爱 就如同我们所谓的六合 我们今天透过一连串的当下 一刹那当中 世界就这样子成就的 所以新的世界的人们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高度同理心 与慈悲实际能够回归到自身 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 都内心里面都记住了 所以我们代表的这个皇冠 以及王子 法王子 代表是我们自身里面 都有生生不息的脉络虫 我们都有一个完全专注的法王子 代表是一个法的殊胜 我们正式的以感恩的心 将今天所有的一切全部回归 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归自信佛 将我们过去所有的幻象表象 完全揭开 透过圆满 具足 人类的智慧都能够回到自身开展 真正的达到本健康 本喜乐 本圆满 我们将智慧给唤醒 回到人类的觉悟的肉体当中 创造十项世界 人们能够吃的安定 永远的安定 人们住的永远的安定 人们都能够完全和谐 达到真正的太平世界的和平 所以这是我们了解到 刹那当中的新天新地的降临 我们知真知诚之心 我们用感恩的心 将无量光无量寿 代表是时空统一的 人类的生命都是完全可以达到 寿命跟智慧都如此的平等 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在共同声整个文字的当中 就是让每个人回到十元满 这个台笔代表是一个十元满的表征 这个娃娃代表是一个白镜宝佛的奖灵 这个天后仿佛代表呢 从玉剑色剑五色剑 每个人都是祭祖的附会 我们也透过慈祭代表慈悲祭祀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将叛称之脉的完颜旋并持 将三度也完颜旋的完颜旋并化 我们了解到我们自身里面的母骨 原来卖的就是一个大词 大杯 我们将我们的肝 我们的心 我们的肾 也就是我们人类的三大主轴 已经了解到我们时空统一了 我们将一界、色界、五色界 透过每一天的饮食、睡眠、运动 阳光、空气、水、环境 达到一个真正的和谐 这就是一个新的文明的到来了 我们无限的感恩同声开口 下多难、小秒山普陀 巨之南、大志堂 奥哲力、主力、尊体、相佛和 所谓布施者,必会其利益 若为乐故事,后必得安乐 伴此以敬略众生所做这般巨诸佛法 杂宝的书等无差别 像波罗里的巨主人马 感恩的心 感恩布施主 谭月主 透过量子思维 将食物的粒子 供养大众法 师姐为来佛 感恩欢天喜地 一切严满 请开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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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